秦王妃 在下前来是 少将军有话尽管说 万蛇毒是罕见的毒 我和父亲调查了一番 始终找不出下毒痣 所以只能找你帮帮忙 或许能找出点蛛丝马迹来 这样吧 明儿一早我到府上去瞧瞧吧 你们就当我上门复诊的 别声张 免得打草惊蛇 一日 一大早 韩芸汐就带上小沉香 去了大将军府 秦王妃 这下毒之人必是内斤啊 如果不是因为少将军中了谜毒 引发万蛇毒 估计这下毒之人 还得下个几年的时间 毒性才会发作出来 我先搜一遍 或许会有什么蛛丝马迹 秦王妃 你那么厉害 一定是找到什么线索了吧 王妃娘娘 如何 没有 秦王妃 我不是笑话你呢 你别误会 慕流月 你觉得本王妃 找不出凶手 流月不敢 秦王妃是妙人 是神人 天下没有什么事情难得过秦王妃的 慕流月 就内奸这件事 敢不敢 跟本王妃赌一场 谁输了 脱掉外衣 在玄武大街上跑一圈 如何 当然 当然敢 我赌你找不出内奸 一个月为期 敢不敢 还请大将军作证 王妃娘娘 我看这赌鱼还是算了吧 毕竟内奸已是 爹爹 这是王妃娘娘自己说要赌的 咱不能扫了王妃娘娘的兴致啊 你还说 大将军 本王妃虽是女流之辈 好歹也是秦王正妃 说话 岂有不算数的道理 既然在府上 找不到什么蛛丝马迹 如今看来 只有一个办法 王妃娘娘秦甲 从源头找 就是毒药的来源 韩芸汐一边等消息 一边翻看云空志 无奈 对医学世家 独门之类的信息记录 少之又少 主子 韩家就是天宁国最有名的医学世家之一 据说藏药不少 走 去韩家瞧瞧